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姑且先称呼她为小美 小美是某直播平台上的人气小姐姐 光从照片来看 小美不仅长相甜美 而且似乎还有一种魔力 让人看了之后不禁再多看上基业 绑一大哥也正是在这股魔力的驱使下 心甘情愿将钱包里的钱打赏给了女主播 一出手就是几百上千 其他粉丝也在刷礼物的氛围下 跟着打赏不少礼物 仅仅三小时小美就有了十几万的收入 在直播时 小美总是和观众亲密的互动 发出的声音也是嗲嗲的 十分惹人怜爱 即使是一天的直播结束了 也仍然有许多观众不愿意离去 等待着小美亲自关闭掉直播间 事情直到这里一切都还算正常 在如今这个看点的时代 女主播凭借颜值 一天挣个几万的收入也不算什么怪事 然而出乎所有人意料的却是 小美因为一天的工作太过疲惫了 忘记了主动关闭直播间 于是乎就有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小美端坐在直播镜头前准备卸妆结束一天的工作 她以为没有人知道自己卸妆的过程 却浑然不知 一切都已经被网友们禁收在了眼里 卸妆本身并不是什么值得关注的行为 然而女主播卸妆却是十分新鲜的茶余节目 毕竟有不少主播的颜值都是靠化妆来维持的 卸妆正是验证自己喜爱的主播 究竟是真是假的最佳时机 而且在卸妆时 主播们的美颜防御系统也通常会是最薄弱的状态 如果小美素颜的样子也看得过去 也不算枉费大家对她的支持与期待了 然而随着小美卸妆的进行 好戏却才刚刚开始 正常卸妆一般都会用化妆棉卸妆油等道具 网友们本来满怀期待的等待着这几样道具的出现 却迟迟没有等到 不是说好的卸妆吗 这道具没起什么卸妆啊 正当网友们正处在迷惑状态下的时候 小美的下一个动作 却彻底刷新了网友们的三观认知 只见小美开始将手伸入胸口不断摸索 突然间好像摸到了什么 于是小美便将摸到的东西从领口处翻了出来 真的是不凡不知道一犯吓一跳 小美翻出的东西竟然是一张人皮 而这张人皮却还是连接着小美的脸部皮肤 看到这里一部分网友瞬间傻了眼 而另一部分网友却仍旧对小美有所期待 随后只见小美顺着脖子上的皮肤向上翻卷 整张脸就突然开始扭曲 紧接着小美继续卸妆 逐渐将整张脸皮都掀了起来 看到这一幕 网友们终于是理解了 为什么在卸妆前小美的表情如此奇怪了 而对此网友们更是大开画侠 纷纷吐槽小美使用人皮面具的行为 没看这个视频之前我以为画皮是假的 看了这个视频之后我信了画皮是真的 更是有网友吐槽到 本以为美颜化妆就已经足够恐怖了 没想到今日见了传说中的易容术 果然名不虚传 起初看小美直播的网友们以为 小美这样高颜值的主播最多也就化了化妆 开了开美颜 本人就算素颜也仍旧能够很好看 没想到最后还是网友们肤浅了 小美的整张脸竟然都是假的 而最后小美换皮的整个过程 也被看热闹的热心网友拍了下来 视频上转后吸引了不少热议 随着小美的画皮视线 也被更多吃瓜网友所熟知 不少网友根据录像的表现表示 如果谁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在夜晚点开了这支影片 绝对会被吓到吧 还有自称是礼物榜前几名的网友开玩笑表示 榜一大哥看到这支影片 已经连夜扛着火箭离开地球了 只是心疼那些为了小美刷了大量礼物的粉丝 原本想通过刷礼物获得主播的芳心 最后连讨好一个头套都做不到 自己付出的真金白银 换来的只不过是一副爱慕流量的虚伪面孔 小美若是提前告知了观众自己是戴头套出镜也无妨 总会有观众接受她的设定 然而 她为了流量却选择隐瞒了这一切 像小美这样为了流量欺骗他人的主播还有很多 近几年最为经典的 无非就是颜值主播乔比罗殿下 随着直播行业的发展 主播们也在直播中逐渐抓住了大众喜好的趋势 无非是喜欢风趣幽默 又或者外表漂亮 声音动听的女主播乔比罗正是抓住了这一点 用甜美的声音不断吸引越来越多的人进入直播间 俘获了无数土豪的芳心 让他们以为自己是一个罗利主播 是所有粉丝心目中的女神 而至于样貌 乔比罗选择的欺骗手段十分高明 直接遮挡 不美颜也不化妆 这样就不用怕美颜软件突然当机而事情败露 但是他却忘记了遮挡面部所使用的特效也是软件 白名一输 在一次PK中遮挡软件也无法再忍受乔比罗的自我欺骗 选择了原地摆烂 结果乔比罗的事情终究还是败露了 只是他却仍然选择了自我欺骗 他抛弃了自己最后的底线 为了流量不择手段 他贪婪的汲取着乔比罗这个网名的梅思养分 即使这样他骂名远在 他在不同的直播平台相继辗转 最后得到的结果却是永久封建 好不容易有了机会偷偷复播 可却还是被眼尖的网友发现了端倪 人们总是说互联网的记忆是短暂的 然而事实证明 互联网不仅记忆长久 而且还十分深刻 真正记忆短暂的 不过是那些被流量蒙住了双眼的网红 明明有了美颜翻车的先例 他们却仍要铤而走险 选择欺骗大众 明明见过了网红 为了流量妨碍公共秩序的下场 他们却仍要模仿 这就是心理学上所谓的破窗效应 一扇窗户被打破后 其他窗户很快也会被打破 人们会想 反正自己不是第一个 多自己一个不多 少自己一个不少 凭什么有水别人有 而自己就不能有 长此以往 社会的风气就会变得更加的腐朽堕落 直播乱象的兴起 正是印证了这一道理 而花季少女 漏肩打针火了 就有人模仿 尺度也随之越来越大 从打针逐渐变成了身材沾烂 公共秩序遭到破坏 许多真正有需求的病人 被迫要看完网红们的走秀 才能得到医治 有人带假货赚了钱 就有人眼红最后互发墙角 坑了自己 害了他人 社会变成这样实属不应当 此次小美的画皮事件 好在还没有引起巨大的负面影响 虽然不至于像乔比罗一样 全网封杀 但相应的代价肯定还是要承担的 而虽然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但我们也不能一杆子打死所有主播 对于有影响力 能够为粉丝带来快乐 传递正能量的主播 我们仍旧还是要对他们进行支持 而对于那些为了流量不择手段的主播 我们还是要坚决抵制 才能真正改正直播的乱象 通过过往的教训 我们可以看到 主播们的颜值不能真的相信 视频美颜 还有这种易容术时的人人看起来都是帅哥美女 说不定你每天朝思暮想的小姐姐 就有可能只是一位小哥哥 一旦了解到了背后的真相 是不是感觉头皮发麻 后背发凉 好了 本期的视频就到此为止了 各位同学如果喜欢的话 不妨点个订阅 别忘了打开小铃铛 以免错过更新 我们下期再见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